傍晚,一鹤的郊外,急风进草 五藏四处云游,一路上已打败诸多高手 一鹤的镰刀大师美轩听闻,也向五藏发起了挑战 决斗地点,就定在这座摇摇欲坠的破庙前 睡得破庙的流浪男孩崇太郎崇拜五藏已久 无论五藏怎么劝说都不肯离开 正说着,美轩远远走了过来 冷风呼啸,野草疯涨 两人见面爆出名号,决斗一触即发 美轩的招式怪异得很,完全不同于其他对手 五藏被揉得紧张起来 观察试探一阵,五藏拔出小太刀 一番缠斗,五藏的太刀被美轩锁死 这当美轩准备收割时,五藏先发之人 美轩应手而刀 怎么说都是五藏赢了,可路过的老和尚却说 五藏充其量只是个低级武士 五藏不解,老和尚解释说 你赢,靠的是年轻和强壮 剑道是一种气,你尚不俱备 五藏思索着大师的话,百思不得其解 流浪男孩重太郎默默跟着五藏 五藏苦笑说 我收不了你,我还是个学生 河水不停从桥下流过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消失远去 阿通听人说五藏回来京都 于是多方辗转也来到京都 以卖扇子为生 阿朱家的店就在不远处 他天天都能看到阿通 懂人吗? 嗯,真巧啊,我也在等人 两人这么聊着,互相鼓励着 半晌,阿甲的情人清吉慌忙跑来 给阿朱拉了回去 吉刚道馆的大少爷清侍郎 已经深深爱上了阿朱 只要阿朱点头 阿甲和清吉的后半生就一食无忧了 可阿朱的心里只有五藏 哪里肯接受这位白面公子 为了拿下清侍郎 阿甲和清吉用尽了心思 至于那个没用的男人 阿甲就自生自灭了 五藏离开一刻来到京都 第一站就是吉刚道馆 奈何大少爷清侍郎不在 五藏即使一直赢也没有任何重就感 这样打下去没有意义 五藏提出不如等清侍郎回来再说 稍晚一些 清侍郎玩了一天回到家 看到一地狼疾怒不可遏 马上吩咐下去 准备接受五藏的挑战 可是 如果清侍郎出了事 清吉的钱罐子就没了 清吉以五藏地位低下为由 劝清侍郎不要理会 同时 道馆武士已经包围了五藏的房间 遗憾的是 五藏等到下午就离开了 只留下一封挑战书 五藏会在明天六点等候在三条大桥 如果清侍郎不出现 五藏就向世人宣布 自己击败了吉刚道馆 听到清侍郎说什么五藏五藏的 阿珠来了兴致 拿过来一看 果然是他 那个自己最爱的男人 五藏的出现 搅动了女人的心 女人们的嫉妒 又搅动了幼八的心 清吉挨近小双说 少爷快点下手了 不然可就没有机会了 在和一鹤的梅宣决斗时 五藏的刀受了损 朱建士问五藏想怎么磨 五藏说 锋利无比 朱建士两手一探 无能为力 他只磨五世之魂 不住杀人凶器 五藏愤而离开 但走了没几步 也决定折返回去 五藏告诉店主 请您磨砺我这颗 粗烈的灵魂吧 朱建士羞愧地说 对不起先生 我说大话了 您这把刀 只有我的师父 光月大师能修复 五藏按照朱建师所指 找到了京都最著名的 朱建大师 光月刚练完一把长刀 正好有时间 帮五藏修复 这把长刀的主人 不是别人 重视最近文明经程的 剑道高手 左左木小慈郎 就在五藏和光月 说话的时候 一个穿着打扮 很像五藏的五世 参死街头 尤巴闲逛到此 五世还生一口气 拜托尤巴 把卷主教育 左左木小慈郎 清吉白天 跟清师郎说 不快点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清师郎听了进去 不再废口舌 直接动起手来 要收米煮出手饭 三分钟后 阿猪哭着跑了出来 也就到这时 阿猪才明白过来 一切都是妈妈计划好的 晚上六点 五藏准时来到三条大桥 而此时 阿童正准备东西准备离开 两人一来一回 正好打了个照面 三年时间了 阿童说着话 泪入雨下 心里委屈得很 不多时 几缸道馆的五世们找了过来 见面就杀 五藏也不客气 以退为进 逐个击破 路过的左左木小慈郎 看了一阵告诉清吉说 别打了 你们完全不是对手 清吉大怒 骂左左木小慈郎 无知小儿 左左木贤眉一笑 眨眼之间 斩掉了清吉的发迹 月上柳梢头 人散黄昏后 五藏的声音越来越远 阿童的脚步越来越重 跑着跑着 不想将遇上准备自杀的阿猪 阿猪被亲侍郎强暴 被妈妈欺骗 他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可是 五藏 阿猪听到了五藏的名字 嫉妒之火 搜得一下窜起一米多高 三两句交谈过后 阿猪告诉阿童 我是五藏最爱的女人 你放弃吧 先是被右拔跑起 好容易鼓气用气活下去 没想到五藏也是一样 阿童恳求泽安 他想皈依佛门 泽安卫说 没必要 好好休息几天吧 那天离开三条大桥后 阿猪就晕倒在水边 幸好被佐佐木几时发现 这么漂亮的姑娘 没人会不心动 可是 阿猪梦里都在喊五藏的名字 这让佐佐木又羡慕又嫉妒 一阵嘈杂的脚步虫传来 佐佐木拉开门 果然已经被轻疾围住 佐佐木好言相劝 表达没有意义的仗 轻疾不听 说着就要八道 好在秦侍郎及时赶到 避免了人员的损失 五藏游走全国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京都的特色 便是独一无二的一季馆 和角色美人 来到一季馆 便是喝酒唱歌享乐 五藏像个电线杆子一样 挺拔着坐着不说 还滴酒不沾 即便是一季吉也给倒酒 容然如此 大家嘲笑说 原来是无农先生啊 光岳师傅带着五藏去一季馆 看似玩乐 实则是保护五藏 吉刚道馆的人四处找 杀起腾腾 只要五藏不死 吉刚道馆的麻烦 就一天不能得到解决 吉刚家在京都 也是响当当的大户 被人三番五次挑战 竟然像个缩头乌龟一样 亲侍郎的弟弟传希郎 本在外行侠仗义 听到消息赶紧回家 传希郎向五藏发起挑战 要来一场真正的武士决斗 京都的夜清冷寂静 雪花翩翩翩落 五藏按照传希郎说的地址 准时出现 吉风呼呼地吹 雪叶的刀 比任何事后都凉 不多时 五藏回到一季馆 只带回一滴咸血 一季馆各色人等来来往往 吉也见过太多男人 但像五藏如此克制的 吉也还是头一回见 传希郎的尸体被送回道馆 已经是下半夜了 吉刚家气氛凝重 每个人都对五藏恨之入骨 秦师郎决定了 接受五藏的挑战 临走之前 他想听阿珠说句好话 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祝福也行 阿珠含泪说 你侮辱了我 我不会替你祈祷 我希望你在他面前血流重合 靠着帮秦师郎收米走饭 秦师搞了一大笔钱 阿甲抛下女儿 跟亲戚远走高飞 而此时 可怜的幽巴竟和老母亲相遇 幽巴拿出左左目的剑道毕业证 说成是自己的 还说自己就快成名 马上就能开一家剑道馆 来到京都一段时间了 秦师郎就是闭门不出 五藏决定离开 寻找下一个挑战的对手 吉野心里难过 但他决定不当面告别 吉野替五藏祈祷 希望他成为一名真正的武士 吉刚道馆寻找五藏多日 眼看五藏就要离开 不下手可就没机会了 但武士不是地痞流氓 随地动手可还行 左左目坐中间人 让双方约定好决斗的时间地点 且不要在街头动手 时间 2月19日早上5点 地点 一重寺的孤松夏 吉刚道馆将决斗信息贴满进都 生怕五藏跑了 本来已经决定归一佛门的阿通 听到五藏的消息后 也不淡定了 2月19日早上4点 吉刚道馆的人全员出洞 将一重寺里外包个水泻不通 而亲侍郎则被关在了家里 左左目非常失望 吉刚家成了笑柄不说 五藏可能会葬身于此 不止五藏 连阿通都有生命危险 又把母亲让又把杀掉阿通 这个女人不守父导 跟五藏私痛该千刀万挂 又把本无意动手 但当听说阿通现在喜欢五藏 嫉妒之火烧起一米多高 说着就要拔刀 巧的是 左左目刚好经过 又把布置天高地厚 说自己是左左目 左左目懵了 唯有八 请你告诉我我是谁 临近五点 五藏来到寺庙 五藏尊敬神 但并不依赖神 突然 阿珠从草丛里钻出来 告诉五藏 亲侍郎被关在家里 别去一城市 去就是死 五藏推开阿珠说 谢谢你告诉我 但我不会逃走 我不是懦夫 去一城市的路上 五藏私前想后 决定不走大路 而是从山上往下走 如果对方人数太多 山林总好过平地 不多时 五藏来到约定的孤松下 几刚家的武士们 二话不说 拔刀便砍 左左目站在高处 心里为五藏捏了一把汗 从古到今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应付这个阵仗 缠斗一阵 五藏渐渐退到睡田 如此一来 几刚家的武士们 行动变得缓慢 无法为而攻之 五藏已退为进 逐个击破 等到地形立于自己时 五藏转身便跑 约末九点左右 太阳已升得老高 五藏筋疲力尽 就在此时 秦师郎从树林里冒出来 一无一时跟五藏坦白 二人见面 废话不多说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只交战一个回合 秦师郎就落了败 五藏举刀要砍 眼前突然复现的一些老师们 霸道有猛的五藏第一次放下了刀 决斗已然间分晓 何必再取人性命 第二天一言高照 五藏的心突然柔软起来 五藏一再问阿通 跟右拔真的没关系了吗 等到肯定回答后 五藏心里扑通扑通的跳 可是 阿通却拒绝了五藏 五藏心里满怀愧疚 自己难道是个禽兽吗 为何做出这种事情来 这样想着 五藏收拾东西偷偷离开了小屋 儿女撕琴什么的 还是斩断了吧 五藏迈开双腿 再一次踏上了修行之路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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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